近日 林心如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收到的最新圣诞礼物 除了自己的礼物之外 还有送给女儿小海豚的儿童包 从林心如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一款红色的奢侈品包包被特意定制成了儿童款 意思是准备给小海豚的圣诞礼物 有网友爬出 这款儿童定制包价格高达10万元以上 甚至可能更贵 和送给女儿的定制款礼物相比 一旁粉红色的大人款式包包价格却低了很多 一次仅仅只需要不到2万元就能买到手 看来相比于自己 林心如还是更舍得给女儿花钱呢 除了晒包包之外 林心如还罕见地晒出了女儿的正面照 照片中 林心如抱着小海豚 两个人一起看向镜头 小海豚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和母亲十分相像 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她 看起来娇俏可爱 惹人喜爱 前不久 林心如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丈夫霍建华 为自己拉来的应援餐车 餐车上面的横幅上写着霍建华对妻子的各种爱称 诸如最美丽的老婆 制作人 两个人大秀恩爱 让人羡慕 虽然前段时间有媒体拍摄到 林心如和霍建华当街争吵 但是从后续两人分享的恩爱日常可以看出 当时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争执 两个人结婚之后迎来了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夫妻二人家庭事业齐头并进 相依相伴 如今林心如家庭幸福 事业上也不断突破 再次扛起制作人的大气 投入到了新作品的创作 期待制作人林心如为观众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 台湾女星林心如出道多年 靠着精湛的演技走红亚洲 后来自己拍摄戏剧作品 也拿出亮眼成绩 可以说是事业相当成功 原本因为单身多年 被奉为演艺圈圣女的她 嫁给了男星霍建华后 幸福的人气生活献上了不少网友 如今有了女儿的林心如 每天的生活日常基本是两点一线 围绕着下班 回家陪女儿 有时在剧组拍戏闲暇之余 想念女儿小海豚的林心如会直接与之视频聊天 不愿错过女儿成长的每一瞬间 并且林心如还是娱乐圈出了名的丑女儿 和李湘一样崇尚富养 早先她在社交网站上po女儿照片 手上戴的是一只价值千元的名贵手表 当时林心如还配文 硬要把自己的爱好传给下一代 林心如与霍建华对小海豚保护得很好 有空的时候还会带女儿外出游玩 在女儿两岁多的时候 媒体偶遇霍建华抱着小海豚出行 霍建华还时不时轻轻女儿脸蛋 完全一副女儿奴的样子 林心如还罕见地晒出女儿的正面照 照片中林心如抱着小海豚 两个人一起看着镜头 小海豚一双可爱的大眼睛和母亲十分相像 被妈妈抱在怀中的她 看起来悄悄可爱 惹人喜爱 有了宝宝 霍建华似乎更顾家了 每个重大节日都会陪伴在老婆孩子身边 如今这一家人幸福的模样 可真的是令人羡慕呀 林心如早在年前就完成了她的工作 许多电视剧的宣传和拍摄也正式结束 对林心如来说 现在是为了新年做准备的时候了 近期全民欢庆 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小年 当然林心如也不例外 然而林心如年轻的时候 并没有展示与霍建华家人的幸福照片 相反 她展示了许多品牌官员送给林心如的礼物 新年前夕 林心如送给女儿一份奢华的礼物 一大堆红包令人羡慕 实力宠着女儿 在这些礼物中 有很多礼物你一眼就能看出是送给宝宝的 林心如的女儿海豚现在已经三岁多了 这是一个喜欢尝试一切的可爱年龄 近日 一大落小红包在林心如曝光 红包旁边放着一条儿童项链 似乎是某品牌送给林心如女儿的礼物 相当于林心如送给女儿的高端品牌 据估计 林心如将为她女儿打扮一番 以迎接新年 礼盒看起来很豪华高档 小项链也是一种超用心的感觉 当然 她也晒过自己的新年礼物 也是某品牌的高端化妆套装 难怪林心如没有衰老的迹象 这么多年过去了 估计她收到了不少品牌礼物 这样霍建华不用给妻子送化妆品 就有望省下一大笔钱 在迎接新年之前 林心如在自己的社区里晒莲花 美丽的外表暗示着她们一家人生活幸福 虽然霍建华和小海豚没有出现 但这种幸福的感觉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媒体一直期待着海豚的出现 但林心如故意隐藏得很深 只是偶尔分享一些自己和女儿生活中有趣的小事 在最后一次采访中 她透露 长大后会把所有项链都存起来 作为嫁妆送给女儿 我不得不说 林心如真的很可爱 她这么小就已经为女儿准备了嫁妆 另外霍建华为她女儿准备了什么 豪车还是豪宅 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 霍建华和林心如一定为海豚准备了很多礼物 去年圣诞节 一个价值超过10万英镑的粉红色小包 是给林心如女儿的礼物 早年《仙剑旗下传》火爆全网 霍建华凭借帅气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 出道多年后与林心如结婚 这喜事更是引起娱乐圈一阵轰动 两人收获全网祝福 自己的爱豆能获得幸福 粉丝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同为实力派演员 霍建华和林心如可谓是势均力敌 两个人拥有众多的出色作品和经典的荧幕形象 郎才女貌惹人艳羡 早些年林心如的代表作品 《情深深与萌萌》 还珠格格 以一副温柔大小姐形象 深深刻在了我们8090的青春记忆里 紫薇格格和小燕子两个姐妹 可谓霸占了我们的回忆 林心如形象气质佳 面容婉约 平易近人 很多人猜想 两人结婚后的爱情结晶 肯定会继承两人的优良基因 小宝宝肯定会很可爱 对于林心如和霍建华的小宝宝 网友们都很期待 亮男亮女会生出多么可人的小宝宝呀 在《如遗传》中 霍建华可真的是扮演了一位 花心烂情的皇帝角色 被网友吐槽得很惨 可能广大网友都喜欢代入角色吧 追剧的大多数是女生 对于男生好色花心这个话题 广大女同胞真的是毫不留情 对皇帝进行一顿数作 剧中的纯情周迅和花心大萝博 霍建华形成鲜明对比 周迅扮演的女主也是被霍建华扮演的男主 虐得不要不要的 生活中或许有很多男主像剧中的皇帝一样烂情 算是花心大猪蹄子的一个典型个例 所以大家的正义感喷不而出 吐槽得十分有水平 侧面也反映出了霍建华精湛演技 引人共鸣 使观众有了很强的情感共鸣 很难想象 剧中的皇帝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是可爱纯情的一批 婚后 林心如扮演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 一心投入到了家庭生活中去 相夫教子不亦乐乎 暂时把演艺事业放到了次要位置 可见林心如多么重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近期网上晒出了林心如小宝宝的正面照 胖乎乎圆嘟嘟 额头大大的 小孩子的天真无邪 让人一览无遗 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霍建华称 自己十分喜爱小孩 这么可爱的小宝宝 可真的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谁见了不喜欢啊 把头撇向一边的小宝宝 侧脸也是十分可爱 怪不得林心如抱怨自己在家失丑呢 林心如在说自己失宠时肯定是一副娇称状吧 能有这么漂亮的小宝宝 林心如也是超级无敌幸福呢 林心如和霍建华是姐弟脸 两人相差三岁 刚开始认识时 两人还是好朋友 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 比较聊得来 摩羯座老干部霍建华 遇到水瓶座美女林心如 两人可谓是日久生情 有了小海绵后霍建华被女儿的可爱深深迷住了 大眼睛白皮肤 小海豚十分乖巧可爱 讨人喜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